Together, we have the power to build on the ideas of yesterday, and help shape the future of tomorrow. Join the world's largest blockchain and experiential technology conference, Chain Exchange, August 13th through 15th.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收盘分析,我是周文头做网的分析师Kingsley。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美国股市的一个行情。 美股今天是终于迎来了调整性的一个行情,三大股指全线下挫。 隔夜的时候,亚洲市场就表现得比较疲软,中国A股上振宗旨基本收平,日本股市则是重挫超过1%。 盘前的时候,美国总统突然宣布会对土耳其的旅关税调整为20%,钢铁关税则是调整为50%,并直指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目前并不和睦, 因此呢,欧洲市场担忧土耳其的汇率崩盘,导致银行股大跌。 那么欧洲市场的各大股指也是全线下挫,法国和德国的股指跌幅都超过了1%,市场的恐慌情绪大涨,金价走强,美股的期指则是重挫。 早盘的时候,三大股指就全线低开,我们看到呢,这个道指的跌幅是超过了100点,领跌三大股指,金融板块呢也是领跌市场,像高盛和摩根大通的跌幅都超过了1%, 同时由于欧元,土耳其,里拉等货币都是大幅回落,美元呢出现了暴涨,美元指数的涨幅接近了0.8%, 美股的材料板块出现重挫,跌幅呢也在1%以上。 盘中的时候,三大股指呢是一度加速下行,标普500指数跌破了2830点,触及到了2825点上方的关键短线支撑,能源板块受到油价的超跌反弹提振,成为硕果仅存的上涨板块,支撑美股的表现。 尾盘的时候三大股指呢全线反弹,避险板块是领跑市场,沃尔玛等股票大涨,科技股呢则是表现疲软,主要的成分股都全线下挫。 收盘前,市场的恐慌性指数VRX是暴涨超过15%,道指呢收跌超过200点,但是小盘股指数仅微跌了0.24%,显示出市场的风险偏好并未出现较大的衰退。 好,那么紧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行情。 本周呢比特币以及其他的加密货币都迎来了比较大的一个回调, 那么主要原因呢是因为美国证监会在上月二度拒绝了WincoVolt兄弟的比特币ETF申请之后, 周二的时候SEC市宣布将会推迟决定另两家公司的比特币ETF是否上市。 一则消息呢令原本还在进行横盘方向性选择的比特币是再度重挫。 短短几日之间呢比特币是再度经历了洗盘, 先是在7号的时候跌破了7000美元, 8号的时候呢又跌破了6500美元, 并且呢一度跌破了6200美元。 跳水的速度呢也是令很多的散户投资者措手不及。 那么相信很多人也好奇为什么比特币ETF的通过与否会对市场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给大家进行一个总结, 比特币ETF的通过呢会对加密货币市场带来的利好主要有四点, 首先呢比特币ETF可以使用很多的机构投资者入场, 从而呢提高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机构投资者的入场呢也被视为是比特币价格上涨的一个助推器, 其次呢将比特币纳入ETF这个庞大的金融市场, 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普及度以及曝光度, 这对比特币的全球化普及来说也是有助推作用的。 第三呢比特币ETF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风险, 普通的投资者呢也无需承担储存风险和交易所自身的一个风险。 最后呢比特币ETF一旦获批就会被视为这是美国证监会SEC的一个态度软化的一个信号, 从而呢为比特币未来的监管式铺平道路。 那从技术分析的层面来看的话呢, 比特币在6900到7100的这个平台的过程当中是一度企图上攻突破7200美元, 可惜呢上攻无力,直接掉头向下。 那么在昨天晚上呢比特币也是出现了一定的突破的一个行情, 回到了6600美元的一个地方, 可惜呢这只是一个假突破, 目前呢还是回到了6400美元附近进行一个横盘的震荡整理。 就目前来看的话呢6100美元依然是比特币非常重要的支撑, 如果跌破的话呢会进入熊市, 那么阻力的话呢要看7200美元突破之后呢才会有较大的上涨空间。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分析,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